花蓮市中原國小周遭最近傳出了正正的惡臭 附近居民苦不堪言向環保局檢舉 經常發現是附近農民使用了積分當有機肥 因為沒有掩埋才會傳出惡臭 嚴重影響到空氣品質 中原國小前一塊看似普通的農地 但卻怪異地傳出正正惡臭 不但是附近居民受不了 就連國小裡頭的屍生都聞得到 我還想說會不會是有死老鼠 就是真的蠻臭的 其實我們只要那個窗戶只要一打開 就是會聞到這樣的味道 附近居民不堪其擾向環保局檢舉 經過調查後發現原來是田裡 使用了積分所製的有機肥 但卻沒有依照規定完成掩埋 那因為農民這個施肥 完了沒有覆蓋 那意味造成了那個味道不好聞 那我們會這一件 我們會先採除到 依費精華一千二到六千塊 環保局強調如果找不到農民 會追究地主責任 如果不改善的話 可以按日連續處罰 此外也會要求農民先移除外露的有機肥 避免惡臭持續影響空氣品質與環境衛生 記者華聯市綜合報導